陪你流电影周末不了 我是朱培兹 国庆廉假咯 放假当然要看电影啦 本周电影类型也很多元 话不多说 第一部马上来看蓝波又要出任务啦 这部蓝波最后一滴血 而是西威斯史特隆第一滴血系列 蓝波最后一次任务 一直被创伤之后逐困扰的蓝波 自己住在农场里 就在他知道女儿被墨西哥毒贩绑架之后 他要再次跟毒枭展开决斗 好这是蓝波第五集了 2015年本来就宣布要开拍 不过当时史特隆就透露说 这会是蓝波的最终章 可是蓝波这段时间好忙哦 中间还跑去演了洛基的衍生电影 金牌全首复仇再回过头来拍 蓝波最后的结局到底会如何 影迷可千万别错过了 但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惊悚片 还很喜欢桌游的话 接下来这部试关游戏 结合两者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 激养家庭的平民少女 加入一个以桌游发迹致富的豪门家族 不过这个家族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 就是新成员加入的时候 一定要从一叠牌里面抽出一张牌 然后玩指定游戏 结果自己抽中最可怕的桌迷藏 要一直躲到天亮 不能被发现 光看预告片就觉得好惊悚对吧 告诉你这可不是单纯的游戏 如果说你被抓到的话 是真的会被杀死的 我看这部片的时候 是一直在指缝当中观赏 这一家人未免太变态了吧 但是其实电影当中 又穿插了很多暗黑笑点 最后的结局是真的蛮出人意料的 导演用闹洞房这样的习俗 还有大家熟悉的桌迷藏游戏 要来达到观众共鸣 等于是国定杀入日 加上暂时停止呼吸 再加速逃出绝命症 这胆子够大的 可千万别错过了 至于本周的国片话题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江湖无难事 先看预告片 出生的两个好朋友 拍电影拍到没钱 好不容易黑道大哥出钱 要帮他们拍电影 但是他们却把女主角 也就是黑道大哥的女朋友 给弄死了 只好将错就错 继续用尸体拍片 好光跟我讲这个剧情 应该就知道 整部电影是有够爆笑 非常呛哦 这是由新生代导演 高炳全指导 集合了秋泽 跟最近刚得下 金钟世帝的龙少华 还有姚以提 跟严正国 以及陈汉典来演出 马上来听演员跟导演 怎么说 导演要告诉大家 自己发展出了 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品 同时还要传达 自己在电影拍摄路上的理念 跟人生坚持关关难过关关过了 除了剧情非常搞笑热血 电影当中的男主角邱泽 最近出席了釜山举行的 亚洲执行大赏颁奖典礼 还获颁了Face of Asia大奖 也让这部电影走出台湾 说到邱泽 他最近的作品都很受到喜爱 一开始从演电视剧 当歌手出身 很少人知道 他还是排球选手跟赛车手 中间一度淡出演艺圈 2011年因为偶像剧 小资女孩向前冲走红 之后还以币曲女人 跟滚石爱情故事 最后一次温柔 分别入围第51届金钟奖 一直到现在的用酒干嘛点 还获得第20届台北电影节的 最佳男主角 光是今年就有三部电影要上映 包含之前的历久分局 但是除了演技 最近邱泽也真的是话题人物了 跟张军宁传绯闻 让他以前的情史通通被挖出来 但是应该还是不影响 喜欢他的粉丝啦 不管你是喜欢邱泽 还是喜欢国片 别忘了进电影院支持一下啦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日本片七个会议了 大家都知道 日本职场文化是出了名的黑暗 上班族要注重阶级 又要注重辈分 还要有武士精神 要鞠躬尽瘁 这部描述职场文化的电影 先来看预告片 而且职场如战场的 持景护润 这一次在七个会议当中 把大财团权力游戏 刻画出来 有加不完的班 还有达不到的业绩目标 还有卖不出去的过季商品 当然还有讨厌的主管啦 好这个电影啊 改编自同名小说 在日本一上市就突破了百万册销量 持景护润已经成为最写实的职场表会大师了 他的作品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神剧半则之数 还有畅小小说 夏丁火箭跟陆王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电影找来经典日剧演员一起标戏 上班族应该会看得非常过瘾啦 不过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爱情片的话呢 接下来这一部在时间停止的世界相遇 就是年度最催泪了 这个女主角呢 还因为帮天气之子配音而爆红 可别以为这只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哦 他们的爱情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全世界人事物都突然禁止了12点15分哦 只有两个人可以自由移动 相遇之后恋爱 不过当男生想要在这段停止的时间之外 见到女主角女生却从此消失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改编自超人气的轻小说作品 在时间停止的世界相遇 结局影迷恐怕是得进戏院看才知道啦 好啦我们今天介绍这么多类型的电影给大家 赶快利用国庆廉价看场电影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